今天要去哪裡? 吉姆林! 聽說現在已經有很多的改造 已經逐漸完成了 所以我超期待的 到了! 特別來賓就是 走!跟我一起去旅行 啊!等一下!我還有一些夥伴 現在走的這個路 都比我們第一次來的時候 清楚許多 因為上一次來就是 就是雜草都有一種 長到這邊來的感覺 上次他們來第一次做的時候 田肯路 海帶已經完成了 那長度大概250公尺 那他們上次修的 我們現在以處長來看一下成果 這之前沒有長這樣耶 之前他們做的啊 可以找一張相吧 這是超棒的網美打卡點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再一兩個月我會把整條這個40階 40階 我會先把它弄出來 我們先想說把它的舊的梯田喔 怎麼跟水階兩座結設計 變成一個新的2.0板 所以把新舊可以做一個搭配結合 好 創造一個新的一個梯田的經營模式 我們知道台灣是一個缺水的國家 所以說梯田可以把我們大量水 流在梯田的話呢 可以增加我們的水資源 它可以入滲到地下去 所以可以增加我們地下水的補助 好 還可以減少我們所謂的水土的流失 可以把它薄下來 那同時呢 它因為體貼它的水會蒸發 所以蒸發之後呢 會讓附近的這個微氣候啊 產生改變 你看我的蝴蝶 都是蝴蝶 這好像是原生的耶 在這裡可以看到 不管是陸域或是水域 它其實這些多樣性的環境 也孕育了這樣多樣性的生態系統 所以這地方其實未來還可以發展成 環境教育的場子 讓這些不管是學校的或是這些民 多多來參與 那我最後想要提到一點 其實是水的文化 因為在這裡 我們要讓它永續 不是這個環境要永續而已 是我們這些參與的人 應該都要進入這樣的產業鏈 蒸發菜煮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樣這個 我們這個 對是薄膜式的面膜 電力膚 這樣可以去比頭粉是嗎 可以 它保濕 比一般的還好 好 因為它是天然的食材 沒有任何的化學藥 剛剛那個煉乳怎麼樣 它是天然的有礦物質 有維生素 又有保濕 可以保濕效果 你可以看那個保濕效果很好 您的 把這個九孔洞呢 跟我們市面上的貢丸呢 做一個組合 那我們用到的加工技術呢 就是一種乳化的技術 把兩種食材結合在一起 等一下這個 這個現在輕鬆在家就可以吃到那個版頭料理耶 你看那個九孔爆控完的九孔 它真的是九孔爆出來耶 對啊 什麼意思 好吃嗎好吃嗎 很好吃耶 你吃 很彈牙 還說我刷給你一顆嗎 那我也要吃你的九孔 還有喝石花丼囉 謝謝蕭大哥 謝謝 這是東邊角的特產石花丼 然後我們自己熬出來 就加一點仙草 比較沒有魚腥味 今天跟著教授去旅行真的很好玩耶 要回家囉 還有伴手禮喔 還有伴手禮喔 還有伴手禮 天啊 這是什麼 就是我們剛才吃的耶 哇 我最喜歡這個 對 大家有玩有吃的 蔡教授謝謝你 謝謝 不客氣 謝謝 跟著教授去旅行 成功 今天要去哪裡 低母嶺 再一次前往基母嶺 聽說現在已經有很多的改造 超期待的 因為我們第一次去的時候 你還記得我們這一次 完全不記得 辛苦的改造嗎 我覺得我們現在走的這個路 都比我們第一次來的時候 清楚數多 因為上一次來就是 就是雜草之後 有一種長到這邊來的感覺 根本就是在開屁股道 好不好 我們上一次 所以我們參加了開屁股道的 對啊 過程耶 天啊 什麼 只開一次在那邊